各位好 谢谢 因为我们都知道旅游业是受到很大的重创 包括这些航空业或者是旅馆业 其实在政府的振兴方案里面都没有把这些纳入 但是我们最在意当然就是这些从业人员 我们观光局交通部也有推出人员的培训 每人每月最高可以领到18960元 但是这个方案是不是让这些从业人员看得到吃不到 对于雇主来讲 会不会让他们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上课 那培训的内容到底又是什么 其实只是要发钱给他们而已 但是对雇主而言 能不能让这些劳工 让这些从业人员真的去上课领到这个钱 这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目前你们了解这些观光业者 他们去让这些所谓的导游或是领队 等等去从事这些培训上课的意愿如何 包括导学会都申请书都进来了 那目前申请的人数大概有多少 我们建树的部分是从今天才开始受理了 不过因为有陆续续有机也收建 对 所以预计 我们是每个礼拜五 我们的能够容纳的能量有多少 应该是非常的有限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从我们来申请的建树 跟我们能够真的容纳的能量 加上说这些实际上所受到影响的这些人数来比较 真的是深多周少 远远不够 那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补助方案 其实对他们来讲可能并没有实际上受惠到 那真正有效就是如何真的有效去促进观光 这个部分可能是最具体的 那你现在的培训方案 你目前预计的目标到底是多少 你本来编列的预算是五亿元吗 那这个五亿元执行的成效目前是预计 因为今天刚好这个开始申请 今天刚好开始 然后在部长那边也提到 现在五亿不够的话可以再放 因为五亿这个不放在特别预算 五亿观光是放在他们的观光发展基金 所以里面如果 五亿不够可以增加 但是五亿会不会花不完 不会花不完 因为现在看起来 因为我们现在这样 大概观光业的重演大概二十万 它事实上我们看它的这个状况 目前希望能够申请的公共学会非常的多 因为参加的旅行业 还有这个旅数业也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是看它的成效 那刚才高原所提到 所以你说那你在推出这个预算之前 就应该先去统计说愿意有意愿来参加大概有多少 然后我们预计的预算应该是多少 那你现在编列五亿元的基准在哪里 如果照你所说我们有二十万的重业人员的话 我跟高原现在有两个补助方案 一个是这个劳动部的 一个是我们的 然后我们的部分是以如果有雇主的部分是补给雇主 所以它是对于从业的辅导 没有雇主刚才谈到的导游领队 或是某些进行车和游软车的司机 在劳动部是没有雇主是不补助的 但是我们这里有补助 所以当时也有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他可以申请 所以现在有雇主的是归给劳动部吗 有雇主劳动部也可以申请我们 但是劳动部它是补助给这个去参加培训的人 那我们是希望他不减薪 然后补助到雇主 所以是两个不同的方案在走 但是经费的内容是一样吗 就对劳工而言啦 他所实际拿到的是哪一种 今天是雇主在决定我要参加劳动部的补助 还是观光局的补助 那如果我雇主决定我要参加观光局的补助 我的钱是直接归到雇主 但是劳工没有拿到 是 我这边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劳动部那边是允许减薪的 所以他减薪以后 他去上课加培训会变成 所以劳动部的就是无薪假 无薪假之后有一个安心就业方案 然后另外上课还可以领到一笔钱 是用这个来搭配 那交通部这个是不准减薪 但是我的钱你来上课之后 我是给雇主 不是给劳工 所以对劳工来讲 他在这一次上课里面 他没有得到任务 他只是拿到原来薪水 但是等于是雇主付薪水 叫劳工去上课 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你觉得劳工会觉得不错吗 劳工如果拿到原来薪水就很不错了 那雇主会觉得不错吗 雇主我们补 他要求劳工去上课的部分给他 所以他在薪资的给务也减少了 所以劳工来上课替代就是交通部给雇主钱 对对对 如果有雇主的话是这样 这个部分跟劳动部在相关的法令上 可能会有因为优惠不同而对劳工产生不同的差异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要研究一下 到底哪一个是对劳工比较有利 那如果雇主选择不同的方案 可能对雇主比较有利 可是对劳工相对是不利的 这样对劳工也有不公平的情况发生 到底选择权在哪里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发现交通部的这些观光的这些预算 每年编列的预算大概都五十几亿 但是执行率都才七八成左右 那尤其是在这一次的振兴方案里面 也又编列了五十四亿 金额相当于每年所编列的 这个观光发展策略方案 可是内容是完全如出一策 都是智慧观光数位转型 全部一样的内容照抄 那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方案内容 为什么又要再花五十几亿 那如果是一样的东西到底差别在哪里 那如果往年都是编列一样的预算 执行率又不到八成的情况之下 观光部又再编列了五十三亿的这个特别预算 这个部分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吗 到底所谓数位转型有何不同的差异 好我请局长帮你回答 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个数位转型的部分 其实我们持续在推动 也是我们五大重要工作之一 那因为通常来讲一个标题的部分 可能没办法涵盖全部 所以我们有一些细项 那这次在特别预算这个部分的四亿 主要是用在一些业别的协助 那我们也知道旅游 食素油构型应该要更多的这个整合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里面的四亿里面 其中有一部分的经费 是要把食素油构型做些串件 可不可以跟我们就是再详细的说明 你这边列的预算跟过去有哪些做法是不一样的 有没有跌床价屋重复边列的问题 那如果过去的经费其实在这里面 其实都够用而且甚至还有盛的状况之下 你又再次边列一样的明目 可是看不出来差异 其实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有没有一个腐烂的问题 所以就这个部分观光局可能必须要再说明说 你们现在重复边列的项目 或者是新增的项目到底哪些是需要 新用到这笔钱 因为如果说讲数位讲观光 其实看起来内容是大同小异 但是细项到底执行上有什么差异 这部分可能要再说明 那去年的执行率的部分 是因为有很多是属于工程资本门的建设 所以这个边列的科目跟执行率的部分也不相同 因为如果以去年56亿你也才用了44亿 你还有12亿 如果照你所说这些钱其实你也都够用 所以你到底哪些部分需要新增来使用 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观光局在跟我们书面来说明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大概多久可以提供 我们两个礼拜以内就提供给委员 一个礼拜好不好 好可以 好谢谢 好谢谢高嘉义委员